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形状工具 它的一些优势和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使用 在讲形状工具的时候呢 有三个地方大家需要尤其去注意 我将它用记事本给大家写下来 第一个呢是它的这个颜色使用 在颜色填色工具中间ps呢 应该是有三个地方会出现啊 哪三个地方呢 首先在形状在那个工具栏 这一块有一个 渐变和油漆桶工具 点开它对吧 可以填充渐变有油漆桶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可以针对形状来使用吗 形状好像用不了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但形状工具用不了 也就是UI 我们在做UI的时候是不用它的 那么还有第二个 常用的是哪个呢 在形状工具下 有一个叫做填充的 填充属性 它能选择第一个5 第二个单色 第三个渐变 第四个图案 它有这么几种形式 这是它的第二种形式啊 第二种界面形式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是什么呢 双击涂层 它可以怎么样 可以调出涂层样式 那么调出涂层样式的时候 在涂层样式下 有一个叫做颜色叠加 或者是渐变叠加的 它也能做对应的 也能做对应的一些颜色的处理 那么这是三种 这个调色的方式啊 或者说叫上色的方式 第一 那么它这个 A 渐变工具 它这里应该是形状工具的啊 B 形状的填充属性 C 涂层样式 还有三个 第一个是针对什么呢 第一个是针对像素涂层 咱们形状工具 形状涂层用不了 第三个图层样式什么呢 图层样式的这个比较霸道啊 一般不用 一般不用涂层样式啊 它的 渐变叠加 颜色叠加 这个是一般不用的 多用啊 这个是多用 形状下的填充属性 这个才是多用的 是我们多用常用的方法 等一下会讲到图层样式 它为什么不这么做啊 那么大家自己先直接记得 我们就直接选择 形状的填充属性 不要选择图层样式下的 这个 渐变叠加和颜色叠加 去来给它 给它上色 好吧 渐变工具 这个直接不能用了 这是它的颜色使用的技巧 第二个 形状工具下的形状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形状工具 我们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会发现它有多种啊 可以有 巨型 圆角巨型 椭圆 多边形 直线 自定形状工具 这个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这里有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这一块 第一个呢 它分为形状路径与像素 在我们去进行UI绘制的时候 通常是选择形状 不要选择路径 也不要选择像素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呢 是形状下 它有填充与描边 两个属性 这两个属性 我们需要结合起来 一起使用 尤其不要忽视掉了 形状下 有一个强大的描边属性 它非常强大的 它描边 你看也跟填充一样 它能单色描边 渐变的描边 图案的描边 并且还能改它的大小 改它的属性 改它的描边选项 这个是很强大的 是我们以后在做UI设计的时候 需要去重点的把握的 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形状属性 记得 填充属性与 描边属性 这是它的属性 那么还有一个 我说我有三个要注意的 第三个 移动工具 直接选择工具 还有路径选择工具 这三个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这路径选择工具 放前方 我们得了解 它们这三个之间的它的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移动工具 快键 快键 V 对吧 移动工具 它能做什么事情呢 它能移动整个图层 看一下 所有的形状都被进行了移动 它移动的是整个图层 我觉得这个描边属性去掉 它能移动整个图层 所以我们去记一下 移动工具 它移动整个图层 第二个 路径选择工具 它能干嘛呢 指的是这个 路径选择工具 但它有一个别称 叫做小黑 下面呢对应的叫什么 叫小白 在工作中间都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小黑跟小白 小黑能干嘛呢 小黑能够移动图层下面的某个形状 它能移动图层下面的形状 你看 它不再是一起移动了 它是移动中间的某个形状 单个的可以去进行移动 但你同时移动两个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选中这两个同时移动也可以 那么它是移动 它是来移动图层下面的 形状 图层下面的单个形状 第三个直接选择工具 直接选择工具俗称小白 小黑小白之间他们可以相互切换啊 直接点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快捷键 按住抗确键可以进行相互切换啊 好 那我切换了小白的时候可以这么可以干嘛呢 选中中间的某一个点 我们可以改变该形状下面的 它的单个形状 比如说这个单个形状吧 我对单个形状去进行修改的时候 发现我是用小白来去进行修改的 改变它的形状 这个时候是用小白来实现 但也可以同时选中两个点啊 按住修正就可以同时选中两个点 两个点同时改也可以 那么小白是用来改变单个形状的啊 他能够改的是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锚点吧 他能改变锚点 小黑是改变什么呢 小黑是改变整个形状的位置 移动工具呢 它是改变整个图层的位置 这个就一定要分清楚啊 不要到时候傻傻分不清楚 直接选择工具 他能够移动形状下的锚点 用来改变形状 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了解的这三个工具之间的区别 我们来做就会方便很多了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绘制的图标 它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统制的图标 我们接下来今天要统制的图标